中央部长贺成淡今天接受广播节目专访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外传交通部有14名一级主管即将有大异动 不过他口风很紧只承认公路总局长赵新华和观光局长谢卫军 因为火烧车事故自行处分 更强调其他单位的职务调动没有受到行政院的压力 也未必和火烧车有关 而且都还在程序当中目前不方便说明 他们两位因为高度的责任心他们自行处分这件事情是事实 至于说其他调动现在还在这个程序当中 那么不便在这里做进一步说明 说是把它当成是有染车事件的这个进一步处分 倒未必如此 但是也有一些部分是反映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也看见有一些局可能有些疲态 那这个疲态也许不一定是单独首长的问题 但是很可能是新的人来可以带进一些新的作风 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我们必须要去掌握的一个节奏